有camera在那里面 有摄像机在那里 你工作的时候会不会不适应 我说我们完全忘记那有camera 因为完全是一种疯的状态 不成活的那种状态 而且之前要做大量的这种比赛 而且其实音乐比赛比较像是体育比赛 如果你紧张 你腹泻 或者是你呕吐 你发烧 这些可能都影响你的体力状态 我在那个时候 我父母虽然是音乐家 他没想希望跟着我一起过来参加比赛 但是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 我感觉他们来了以后 也未必能照顾了我 我还要照顾他们 我就自己一个人飞过来的 全程怎么样给自己找一个 带厨房的Airbnb 给自己炖鸡汤 给自己吃有营养的东西 比赛前是吃不下东西的 但是要往里塞自己 然后坚持跑步 坚持告诉自己要有谈三场音乐会的体力 才能谈好一场比赛 然后给自己吃很多营养药 吃很多就是做很多研究 盖和美是一种天然的镇定剂 所以在之前要给自己吃很多 通过完成所有的细节 才能把一场好的曲目呈现给大家 而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真是台上一分钟 我们不仅是台下十年功 以及我们全部的生活 每一分钟每一秒都在想 怎么再能把台上的那一个音呈现好 我一直很崇尚日本的一个茶道里面的一个词 叫做一期一会 它首先是日本整个哲学是比较悲哀的 它认为我可能这辈子再见不到你吧 我们人生就能见这一面 那么这一面我想把我最好的呈现给你 所以这也是演奏家和观众的关系 你不一定下一次会听到我的音乐会 我也不一定在下一次世界某一个角落 遇到下一个哪个观众 但是这也许是我们人生的唯一一次见面 让我今天把我最好的音缘呈现给你 好 那这次来到多伦多 当然是比较放松的一种状态 来宣传这部影片 那么希望这次你有机会 不像上次来进行比赛一样那么紧张 好好的欣赏一下加拿大 欣赏一下多伦多 谢谢 我很喜欢多伦多这个城市 但是它既有这种欧洲的这种风格和味道 也有这种北美的这种现代 还有很多我们华人的面孔在这里面 所以真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城市 但是这次依然是不能放松 在周五 五月三号 我们有一个上午的放映 这是最后一天的放映 是一个五百人的一个大电影院 当天的晚上我们有一场音乐会 在Saint Paul's 这是一个很大的教堂 很好听的管风琴 希望大家可以来听一听 我们四个进入决赛的获奖者 全都会为大家来准备一场音乐会 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 应当是一个再一次比赛 两年后大家都已经在世界上 展露头角 已经是年轻演奏家了 大家发展怎么样 大家进步的怎么样 让我们再一次来比赛 所以当时也会有一个投票 如果就是大家观众喜欢 哪一个演奏家也可以为其投票 这也是我们这个年轻演奏家 想争取要获胜的 也希望有更多的华人朋友 可以来听音乐会 为我来投的票 好 谢谢你 祝你再次成功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 OK